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情人节 我刚才跟我的老母亲在吃早饭的时候 看到她一直在刷那个 有关于情人节的那种段视频 那种段子 我心里就在想 她会不会也很渴望呢 因为没有一个女人是不喜欢鲜花 不喜欢礼物的 对不对 生活是需要一时感的 我的母亲 确实这一生为我付出了太多 太辛苦了 所以我也是希望 把每一天当成非常精彩的天来过 我准备临时 现在立刻收拾一下自己 去给她买一束玫瑰花 简单的收拾了一下 出发了 我弟在开车 我刚才跟我弟讲说 走 去给老妈买花 我弟说 什么 今天买花 今天什么日子 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 我就是知道 什么样的日子才可以去老妈买花啊 他说你知道 今天买花有多贵吗 我说 我当然知道 我就是要在今天的这个日子买最贵的花送给他 让他知道自己有多重要 虽然他可能嘴上会说 我妈妈都有那种你知道你知道那时候很流行带那种发卡那种水钻亮晶晶的我当时就是想给我妈买但是我小时候家里太穷了我妈从来就没有带过那些东西我妈就很朴素的一个女性嘛我就想让我妈妈也漂亮我想给她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按下这个发誓我说我一辈子我� 我孙孟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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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 来好好挑一下 这些花都有多漂亮 好 这是拿几枚幸福的女孩 说的幸福还没有 那就是钱 刚刚得知 刚刚那三大树 是一位男士定的 大哥 你要逼死谁 你让别人以后怎么做 你便宜点吗 便宜不能便宜 别配十次可以的 便宜点 便宜点 回家 回家 妈妈 妈妈 好厉害 这个玫瑰粉色 这是我最喜欢的这个颜色 我最喜欢的这种颜色 我最喜欢的这个颜色 我最喜欢的那个颜色 我最喜欢的颜色 我最喜欢的颜色